大家好 今天來介紹一下用什麼傲慢陣容打魔獸戰大鳥第一層 基本上前面就是消掉不要的卡 我們要的卡只有瑪格的三星BUFF以及傲慢的三星殺到 其他都可以丟掉 記得要在最後一層的時候集出傲慢的大絕和瑪格的大絕 或者是你要兩張殺到加傲慢的大絕也可以 就看你的牌怎麼樣 前面沒什麼特別的就是消卡 前面你如果牌不好的話你可以盡量打慢一點 因為你到第三階段的時候王打是會痛的 所以你就在第一跟第二階段的時候慢慢抽一點卡 好那這邊已經集滿我們要的卡了 你準備前往第三層 不是第三層 第三階段 我現在可以打到這一下 你得到這個空洞的卡 我先把我衝進出 然後我就把那一層 我先把那一層 可能會有一個好處 你沒什麼好處 我先把那一層 所以我先把那一層 所以我先把這支會 不要把那層 我們會把那些手臂 不用把那層 因為我先把那順子 我想把那一層 這邊我們多一張馬格的buff就先放 大家要注意在第三階段的時候它是會消buff的 所以你如果只有一張buff的話 你還是要留到進入第四階段之前在buff 我要把雲的鐵皮疙瘩 你小心在? 好可怕 直到進做第一階段 在進去的陣子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被動是會累積的 像我們抽到這個應該就是比較差的被動 就是他會降你的致命敵方致命防禦 後面其實會打蠻痛的 所以你如果想要挑戰三層的話 前面如果刷到不好的被動的話 就可以直接重來了 這邊只要再來一張好一點的攻擊牌 我們就可以通關了 好那我們這邊進化把這個點火解掉出血也解掉 這邊失誤了應該直接放三星的就好了 我沒差因為我們這樣才是可以一次全部帶走 所以這邊就bomb然後把大絕放一放 傲慢的殺到放一放這樣就可以通關了 其實你不一定要馬格大絕 你有兩張殺到也可以 只是我習慣就是有大絕 那第一層就大概這樣子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我是咎 咎 我咎 我們 我們 我們